大家好,我是川家 你肯定听过服装批发市场 小商品批发市场 但是你敢想象 曾经有个妇女批发市场吗 这些被骗走被拐卖的女性 等待她们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盲山的导演李扬曾说 视而不见,未知盲 今天就从盲山开始 把那些隐藏在边边角角 平时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拿出来聊聊 老汉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个儿媳妇 花了七千元 村民都来看热闹 也没有任何人觉得不正常 第二天,女大学生雪梅 就被五花大榜成了亲 成亲之后 雪梅的脑袋里只有一个词 手伸 男人几次三番的求欢没能成功 村民的讽刺 又让男人感觉丢脸 她终于爆发了 某个黑夜 老汉和老妇牢牢地控制住雪梅的手脚 男人就当着父母的面 撕碎了雪梅的衣服 和她的幻想 失身后的雪梅脑袋里出现了另一个词 跑跑 她的第一次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被抓回来的雪梅脚上被戴上了锁链 几天之后 雪梅看到陌生人来收税 她抓住机会猛砸门窗呼救 第二次的希望再次破灭 又挨了一顿毒打 绝望的雪梅割了手腕 雪梅没有死成 出院后昏昏噩噩 直到老妇请来了几个女人 给她梳头的春丽 已经被买过来四年 早就被打怕了 不敢再逃 但是却告诉了雪梅出村唯一的路 雪梅借着洗衣服的机会 开始了第二次的逃跑 千万莫走出村的大路 鸟都就走小路 反过咱就可以砍到马路了 只要砍到马路的后把路 慌慌张张的雪梅顺着山路一直走 但是因为没有钱 没有车拉她去更远的镇里 没有钱 没有钱不行人家都五块钱 很快就被抓了回去 又当众被打晕了过去 第三次的希望也破灭了 村里唯一上过高中的人 是男人的表弟 他是乡村教师 一段时间的来来往往 他看上了雪梅借 雪梅借把他当成了逃跑的新希望 但是两个人的事情很快暴露 被捉奸在床 很快这个希望也再次破灭 总结了上一次的经验 他想逃跑的首要条件是钱 有了钱就可以搭车到镇里 再买车票去县里 但是雪梅什么都没有 只有身体 最终 他从超市老板那借到了40元钱 大哥 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 你一分钱要没有拿撒还我 你想让我拿撒子还给你 你看私事想不想 有了钱的雪梅 开始了第三次的逃跑 他记住了上一次的教训 没有走大路 而是翻山 山路非常难走 他跌跌撞撞摔倒了无数次 渴了就喝点山泉水 几经波折之后 他终于坐上了去县城的客车 县城 这一次的失败之后 出了一件大事 足以让任何女人都崩溃的大事 雪梅怀孕了 几个月后 随着一阵撕心掠肺的痛苦 雪梅铲下了一名男孩 也还好是个男孩 村民重男轻女 产下女孩 甚至会被扔到河里淹死 这也是村里女人少的原因之一 雪梅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每次游递员从他门前路过 他都会让游递员帮忙寄信 但是始终没有效果 直到村里的小男孩告诉雪梅 他才知道 自己写的所有的信 都被游递员交回给了男人 雪梅终于发现自己所有的希望都不在了 这个村子太坚固了 他逃不脱 而这时这个小男孩却说了一句话 雪梅终于发现自己所有的希望都不在了 这时起了作用 警察带着父亲来的那一刻 雪梅说的第一句话是 她终于活着等到了这一刻 终于要变回正常的年轻人 雪梅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耽误了一些逃离的时间 当警车正要离开的时候 村民像洪水一样从四周涌来 堵住了去路 电影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 雪梅和父亲留了下来等救兵 雪梅的父亲被男人暴打 雪梅最终拿起了刀 结束了这一切 《盲山》是由真实事件改编 电影的结局骤然 惊人 强烈 导演李扬电脑旁压着一张寄满数据的纸 其中一条是1991到1995年 官方公布或解救的被拐女性为80555人 1999年9月 广东省高院刑事庭的一场审判 最终引出了李扬创作的《盲山》 被告席上的王秀英 在1994年被骗到广东罗定农村 卖给49岁的农民郭美南做老婆 郭美南在凶嫂的帮助下强暴了她 后来王秀英怀孕铲子 却仍要忍受凶嫂的辱骂和丈夫的殴打 最终王秀英把一杯硫酸 泼向了凶嫂的两个孩子 并伤到了五个无辜的小学生 王秀英最终被判死缓 这就是《盲山》的故事原型 《盲山》在闪南一个山村拍摄 电影中给雪梅梳头的演员 本身就是当地村民 并且她就是被骗家到村里的 才20岁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吗 李扬说电影重点不是如何被骗 而是为什么逃不出去 几乎所有旁人都对雪梅的命运默然无视 收税的人看到她在护救 却跟男人说要打她才会老实 雪梅逃到公路上 司机却因为她没有几块钱扬长而去 熟视无睹 未知盲 盲这个字是王和目 是眼睛死掉了 而不是瞎掉了 我曾经做过一期制毒第一村的视频 而现在要提到的是拐卖妇女第一村 2000年的时候 在江苏四阳的江吉村 有专门买卖妇女的市场 叫苏北人口批发市场 带头的人叫郑洪仙 他第一次参与买卖妇女只赚了50元 却让他尝到了甜头 于是他带领全村人 试图靠拐卖妇女发家支付 他们到云贵川等地收购妇女 又骗回江吉村再进行交易 高峰时期 一天卖六个妇女 全存一百多户人家 只有两家没有参与 一个是教师 一个是开商店的 这起案件也被检查日报列为 拐卖妇女十大奇案 导演李扬采访过一个金盆洗手的人贩子 人贩子跟他说 很多女孩被他骗到手里之后 都是先强奸再卖 玩过了更划算 而自己洗手不干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罪恶感 而是因为人贩子在监狱里的地位太低 最牛的是政治犯 然后是杀人犯 小偷就不行了 像他这种连小偷都不如 总是挨揍 干脆洗手不干 更惨的是 还有一些女孩被拐骗之后 被强制卖淫 广东曾经打掉一个13人组成的团伙 他们把五个被骗的少女 关到出租屋 每天毒打 强迫他们卖淫 其中最多的一天要接客20多次 最小的只有13岁 最终受害者的亲友假扮嫖客 才将其救回 有网友评论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说举国的关注度 都不一定救得了一个被铁链拴住的女人 而2月10日 徐州官方公布 八个孩子的爸爸等三人 涉嫌非法拒禁和拐卖妇女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所以事实证明 慕亡了 肯定不会有希望 而大家的关注 也许真的有用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了导演李扬的朋友圈 他说为了打击买卖妇女的罪恶 欢迎大家转发和观看盲山 于是就有了这期内容 并且李扬导演很有才华 盲山的剪接 制片人 编剧 导演 都是他 除了盲山之外 他还拍过一部王宝强主演的《盲警》 讲述故意制造矿难 谋财害命的故事 一样震撼 这期看的人多的话 我会再做一期盲警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儿就到这儿 我是川甲 我们下一期见